聯邦起訴書指 研究員唐娟對美國聯邦調查員撒謊 8月10號下午 唐娟將在沙加緬度聯邦法庭被提審 唐娟是近幾個月來 美國法庭起訴的幾名中國公民之一 他們都是被指控 在美國幾所知名大學尋求研究員職位時 刻意隱瞞了他們與中國軍方 以及其他政府機構的隸屬關係 根據法庭文件 37歲的唐娟 2019年10月在申請到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進行癌症治療方面研究的 這一訪問學者簽證時 針對是否在軍隊裡服役 或是否屬於任何共產黨機構 或是否具有任何特殊的化學和生物學經驗時 唐娟做了否定回答 起訴書指 聯邦調查局的調查 確定唐娟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是錯誤的 聯邦調查員6月搜查唐娟在戴維斯公寓時 發現她身着軍裝的照片 她身着中國軍隊制服致敬的視頻 以及表明她正在研究生物製劑的解讀劑的文件 唐娟在聯邦調查員離開後 帶著護照和其他物品去舊金山中領館尋求幫助 她在中領館裡待了一個月 當沙加緬度聯邦檢察官點名中領館窩藏逃犯 唐娟因歇斯底里被送往醫院 聯邦特工在她得到治療和出院後 將她逮捕拘押 聯邦檢察官說服法官下令繼續拘押唐娟 因為唐娟在美國缺乏緊密聯繫 卻與中領館優者聯繫 擔心中共領事館和情報人員合作 幫助她逃離美國 超出美國執法部門的管轄範圍 唐娟如果因簽證欺詐被定罪 將面臨最高10年的監禁 和25萬美元的罰款 如被判犯有虛假陳述罪 將面臨最高5年的監禁 和25萬美元的罰款 新唐人記者谷新月綜合報導